可是母親節快到了蛋糕業者就很苦惱 這到底要不要漲價或者是要漲多少 現在超商就趁機大推這個預售優惠 越早買越便宜 讓母親節黨期的業績不斷攀升 拿起奶油嘴 師傅七手八腳忙著擠奶油花 母親節就快到了 現在是蛋糕業者最忙的時候 不過成本卻悄悄上漲 原料從去年開始調漲 像是蛋糕必備的奶油就漲了20% 堅果10%到20% 芝麻也漲了20% 雞蛋糖起司等等原物料也都漲價 讓業者亂背掉價格硬上還漲 有的是維持原價 有的會小幅度的提升 大約是在2到3%左右 業者估計光是在母親節黨期 就有七成的家庭會買蛋糕來慶祝 超商通路和連鎖咖啡店 也不放過這個機會 紛紛搶攻母親節雙雞 超商推出預購活動 不論是原型或是長條型蛋糕 都超受歡迎 業者還發現長條型蛋糕 今年賣得特別好 原因是上班族本來就會買 長條蛋糕當作下午茶吃 現在這股熱潮延燒到母親節黨期 還讓7-11的業績比去年成長一倍 全家成長五成 而賴爾富和OK超商 則比往年成長三成和一成左右 母親節快樂 謝謝 送蛋糕給媽媽展現孝心 要讓懷胎十月 生下我們的媽咪們 在母親節當天好好享受蛋糕大餐 有點TV陳菊 梁晶 台北報導